上香 身穿白T恤 李行文 吳亦蓉 王彩华 双手拿香 虔誠参拜 仲協剧组来到宋山 慈幼宫为电影上映祈福 系列迎来第三部 也俏皮比三合影 这回更首度找来明花园合作 融入歌仔戏桥段 这场戏其实我们在开拍前 已经训练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为了完美呈现钟馗嫁妹 张庭胡苦练两个多月 饰演她父亲 同时也是歌仔戏团长的李行文 也大喊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明花园教我们很多 这次那个钟馗嫁妹 那就是言语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戏 那我在里面也饰演那个钟馗 我们叫魁爷 我问导演为什么他少会演 是不是饱过魁 因为演这个真的是独裁 问导演为什么要找他 让全场校翻 还在现场教起大家节手印 把宗旨合起来 然后后面自然对齐的 这叫观音手印 艺人各自有保平安妙招 不过吴义龙却自爆拍了五天 才知道剧组有平安符可以拿 那你平安符都有戴 我说没有啊 要戴平安符 大家都吓傻 拍片发生许多趣事 同样以鬼为题材的还有这部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们送走 不管怎么送都送不走 满脸憔悴找来大师问世 曾敬华被四个鬼缠上 必须完成他们未了的心愿 才能脱身 一次演出四种角色 展现实力演技 也呼应农历七月即将鬼门开 两部应景国片接力上当 TVBS新闻 庄祺元 焦汉文是庭义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